哎 贝壳 贝壳 这个我的贝壳啊 贝壳们 贝壳们 贝壳 哈喽 晚上好 贝壳 欢迎来到Lay's Moonlight Radio 今天也是这样平常的夜晚 很好奇 此刻的你们都在做什么 可以跟我多多分享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一转眼又到六月 在这里首先要恭喜高三的朋友们 高考结束了 完成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人生大事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重新启航的过程 不管过往如何 我们始终向着梦想踏实的前行 我们一起加油 还挺羡慕你们有一个 整个暑假这个美好的时光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说到这里 你们都计划去哪里旅行 评论里可以互相安利一下 最近每一天都是早出早归的 什么是早出早归 就是早上出工 回来的时候天还亮着 陪伴我更多的是 看这个窗外绵延的雪山 不过雪山融化了一点 和无尽的这些平原 原演 心情也开阔了很多 大家也可以试试在忙碌之余 起身看看远方 活摞一下筋骨 放松一下眼睛 有句话说 这个心灵和身体 总得有一个在路上 最近偶尔还会遇到一些 调皮的这个突破鼠 幽灾吃草的马 然后结伴出 新的这些牛啊羊啊 有时候还会拦住我去路的这些动物们 还差点什么的话 应该是我的猫崽子们吧 我有点想他们 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好不好 当然我也很想你们 寻思送点什么给你们呢 好风景不能堵上嘛 所以这次采取的方式就是 走哪拍哪 发现一个美景 我们就停下来拍几张 一草一木 都分享给你们看 为了抢天光 真的是百米赛跑 突然体会到网上说的这个特种兵士出行啊 你们也知道 这个摆pose真的很难为我 但为了你们 豁出去了啊 六月呢 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月份啊 我们都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 不要忘了 在航行的过程中 去发现 去感受那些美丽的风景啊 最后说一下演唱会的事啊 距离咱们开船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感谢你们积极的参与我 发起的各种投票 关于这个因缘报 你们的想法 还有建议 和一切一切 我都收到了 一起期待 最后的成品吧 不过想上船的贝壳啊 一定要答应我 要擦亮你们的眼睛 认准官方售票平台 啊 后续还会官宣更多城市 大家稍安勿躁 反正一定会见面就对了 好吧 好 那今天的晚安电台就到这里了 Good night Everybody 拜拜 贝壳